第1225集 这些地方等于说就是他们的家 因为条款的制约 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离开这个地方 乔布的情况有些不大好 尽管他的腿上已经不流血了 但是那种剧烈的疼痛 还是让他痛得晕过去了好几次 因为失血过多 他的脸色十分的惨白 怎么办 这些家伙是铁了心的要把我们给关到这里的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一鸣老者愤怒地说 他们在研究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的基因给他们的脑鱼开发者 带来了极大的进步 所以史密斯才会像疯了一样的 抽取了我们的基因 一个女孩一手指在额头上 她是那种类似于心电感应的天赋者 她可以读懂人的内心 不 她不会这么做的 我们是正式的公民 有人教导 就在这个时候 人影一伤 爱丽丝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因为她的速度很快 所以她在偷溜出去的时候 才不会处罚那些警报 现在所有人的希望都寄托在爱丽丝的身上 他们希望爱丽丝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好的消息 爱丽丝 怎么样 你找到了那位高人没有 他愿不愿意帮我们 大厅内的人围了上来 他们带着惊喜又激动的心情问道 找到了 她是来自华夏的医生 之前见到她的时候 我知道她与史密斯有些不对头 因为她在史密斯的手里吃过一个大亏 爱丽丝道 所以我才会去找她 希望她能帮帮我们 那 她是怎么回答的 乔治迫切地上前问道 她说 她可以帮我们 哦 那太好了 她打算怎么帮我们 我们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离开这个牢笼了 教堂里传出了一阵欢呼声 小声点 别让人察觉了 卡伊警告地看了人群一眼 人群中的欢呼声这才压了下去 我觉得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吧 他就算是和史密斯有机缘 但是史密斯毕竟有着很大的势力 我想他不会无缘无故地帮我们的吧 冷静下来的乔治问道 因为他觉得 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想要别人帮你 你需要 有付得出的筹码才行 不错 他不是无条件帮我们的 艾丽丝点头道 他带我们脱困 但是我们要帮他去 五十一区的总部走一趟 这是为什么 乔治吃了一惊 我们为什么要去哪里 就是 我们现在只想逃离这里 然后离史密斯那混蛋远远的 他救了我们 然后让我们再去自投罗网 这是什么原因 有人愤怒地喊道 因为他要借助我们的力量 史密斯现在已经完全疯了 因为废出五十一区的 依然越来越近了 所以他也越来越不择手段了 医生觉得 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 可是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有人不解地问 是啊 而且我们的能力有限 还真的有可能帮不了他什么的 他把我们解救出去 让我们离开这不就行了吗 有人说 别人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功夫帮你们呢 艾丽丝反问 这 一屋子的人哑口无言 他们有些面面相取 是啊 这个地方极度的危险 别人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去帮你们呢 听着朋友们 艾丽丝定了定神道 我觉得我 我们 是时候该表示表示了 我们其中 大部分的人 从出生以来就在这个地方生存 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来自何处 甚至不知道我们的父母是谁 但是我们没有犯过什么错 我们现在所承受的一切 本来是不该我们承受的 今天 我们已经有四位朋友死于研究 明天可能会有更多 为什么 我们要承受这些 艾丽丝环视了一周岛 我们有这些能力 但是我们没有用他们做过任何坏事 我们甚至去帮助别人做一些理所能及的事情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管我们 或许在他们眼里 我们根本不是人 我们是一群异类吧 也不知道是谁小声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让现场瞬间陷入了沉默之中 不 我们是人类 物尽天择 我们这是大自然眼花中的产物 他们凭什么这么对待我们 艾丽丝越说 越激动啊 他们之所以这么压制着我们 是因为他们怕我们 他们害怕我们这些能力 会伤害到他们 朋友们 我们为什么不敢反抗 我们有着超人一般的能力 我们为什么要小心翼翼的 过着这些暗无天日 没有一点自由的生活 艾丽丝叫道 现场沉默了下来 这些人们 从一出生开始就被冠一 一类的标签 他们没有自由 他们生活在这个 从来没有人来过的聚居地里面 从小的压迫让他们失去了 勇敢与自信 有些本性已经随着他们的意志的磨灭 而渐渐地消失 但是艾丽丝的一番话 却让他们重新燃起了斗志 是啊 他们没有任何的错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承受这一切 我受够了这样生活 艾丽丝环视了一周到 据我所知 国会对于我们的问题上 是给予了很大的让步的 每年都会有一笔专门的款项 用于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 或者说用于研究 努力让我们变成正常人 但是史密斯没有这么做 他只是用这些钱 进行他的研究 他拨夺了我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现在 他又杀死我们 他又把我们当成实验品 当成灌在实验室里的小白鼠 我只想问一句 你们能忍受这样的生活吗 艾丽丝叫道 现在我们的生存 是生死攸关 我们还在犹豫什么 如果不反抗 我们真的没有未来了 我们会死在这里 永远地葬在这里 甚至尸体都会被拖出去做实验 现在 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 反抗这样的生活 反抗这样的命运 爱丽丝高声道 现场一阵沉默呀 片刻以后乔治上前道 爱丽丝 其实我一直知道 我们的能力 一直很强大 如果我们团结一致 史密斯未必不会妥协 但是正因为 大家对他有种 与生俱来的惧怕 所以这些年来 才会任由他 一直压着我们生活 如果他真的 故意帮我们 我愿意去五十一区 去把我们这些年 所有的委屈 全部的发泄出来 对 送我一个 我也愿意 低头沉思的卡伊 也抬起头道 朋友们 属于我们的世界到来了 你们是反抗 还是受人宰割呢 我也愿意 可是 我们现在被他们 抽取了基因的血液 来做实验 这些天来 我们的身体都很虚弱 如果真的一直这样 下去的话 我们连走路都会成问题 更别提反抗 史密斯了 这一点 你不用担心 只要我们 同意了他的提议 他会帮我们 调理身体 会让我们的身体 最快的速度恢复 问题是 现在有多少人 同意这种做法 如果那样 我同意 终于有人不再沉默 有人第一个举起手来 我也同意 我受够这样的生活了 还有我 算我一个 大厅里的人很多 恐怕有上百号人 几乎是片刻一大半的人 便举起手来 因为有这些人的感染 所以其他人 也不由自主地 跟着他们举起手来 所有人心中 仿佛有一股热血 在这瞬间被点燃了 他们今天做出的 这个决定 将会带着他们 到达一个全新的时代 一夜之间 一个让人心寒的视频 从各大网站流了出来 这个视频的名字 就是《歼密51区》 关于《五十一区》的负责人 史密斯的种种罪行 一夜之间传遍了整个美国 《五十一区》的存在 一直是饱受争议的 普通的民众 根本不可能知道 这个地方的存在 有些时候 偶尔发出的冒险者指出 一次《五十一区》的照片 都会引起轰动 当然 这些照片的真实性 有待考察 但是从来没有 这么一个视频 把真正的《五十一区》 给真真切切地揭发出来 外星人的研究 各种实验 以及负责人 史密斯的照片 还有累累的罪行 一并被人翻出来 一时间这件事情 占据了所有媒体 与网站的头条 民众们当然不会相信 他们的政府 会做出这种事情 但是这个视频 确确实实的是真的 里面所指出来的罪行 简直是令人发指 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抗议 他们要求现日的总统 给他们一个解释 而现在正是换届大选之日 在这么重要的日子里 竟然会发生 这么敏感的话题 他们的总统 比起他们来 还要着急 谁能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拜公的办公室里面 总统的秘书愤怒地喝道 史密斯的这种行为 是反人类的行为 我们从来没有授权过 他这么做 他疯了吗 这些年 他到底瞒着我们 做了多少事情 先生 我觉得 现在最重要的是 讨论一下 如何把史密斯给请回来 另外 五十一区暂时 有谁接手的事情吧 我要见总统 一位级别不低的军官说 总统先生 现在不想见任何人 至少在这件事情 结束之前 秘书愤怒地说 现在 马上把史密斯给抓捕归案 至于五十一区 马上关停 这个议案已经通过了 因为这件事情的影响比较大 所以总统也不淡定了 本来是打算在大选后 讨论五十一区去留的问题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的爆发 直接成了打垮五十一区的导火线 本来对于五十一区关停的事情 国会里吵得是不可开交 基本上分成了两派了 一派主张关 一派主张不管 那现在好了 谁也不敢为史密斯说话了 是 我现在马上去 趁我们的权限 还没有被史密斯抹掉之前 那名将领一点头 他行了一个军礼 转身离开 自然变异的基因不够 就去那群人那里愁 我们上一次差一点点就成功了 闹鱼开发的项目有几十年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 把人的大闹 能近乎百分之百的开发 我差一点 就差一点 五十一区的实验室里面 阿伦博士带着抓狂的语气 对着一杆 身着白大罐的科学家吼道 他是一个工作狂人 自从他发现天赋觉醒者的基因 可以帮助他们更大程度的 开发脑域的潜力之后 他就一直都没有消停过 他仿佛永远都距离成功只差一点 之前的埃里 是他制造出来的 最好的一个实验品 可是这家伙还是有些缺陷的 最终被叶好玄看透了他的本源 他的身体彻底的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所以这段时间内 他疯狂的去抽取那些天赋者的基因 他试图从这些天赋者的身体里 找出一些突破 让他的脑域研究 无懈可击 有失败了吗 门一开 史密斯走了进来 他的两只眼睛像冲血了一样 瞪得老大呀 这几天他为这件事情也是操碎了心 哦 我 我敬爱的史密斯 你 你听我说 我们现在只是差一点点 就差一点点 我们能找出来原因了 我现在需要更多的天赋者来配合我们的检查 阿伦道 好 我现在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史密斯一点头 他盯着阿伦道 但是 你不能让我失望 因为 我们五十一区从这一刻起 已经不复存在了 什么 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啊 他们永远也预料不到这个结果 本来关于 呃 关亭五十一区的呼声是很高的 但是因为五十一区这个部门牵扯太多了 再加上这个团队也确实的不错 为这个国家贡献出了不少的东西 所以就算是有些人想拆除这个部门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可是前几天那一些 高官们 还在为了这个议案吵得是不可开交 这件事情难以定性 但是一眨眼 他们就接到了五十一区被关停的消息 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 这让所有的人都有些反应不过来 就在刚才 总统下了命令 我们这个部门从此以后将不复存在 史密斯瞪着血红的眼睛 他扫尸了一周 多少年了 我们为这个国家付出了多少 我们为了他们背上了多少的黑锅 可是他们一眨眼就把我们所有的功劳给否定 他们把我们一棍子打死 这让我感觉到很痛心 我们绝对不接受这个结果 阿伦摇摇头 我不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被扔黑了 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被那些人知道了 史密斯瞪着血红的眼睛 在场的所有人 都是我所信任的人 但如果没有人出卖我 那些事情是绝对不会让人知道的 所以我现在最想知道的事情是 到底是谁出卖了我 现场一阵沉默 所有人都面面相觑 因为这件事情太严重了 51区是一个严密的组织 能够进入到这里的人 都会经过很严格的审查与心理测试 以确保他们不会泄露着有关这里的任何一点信息 因为这些年资金的匮乏 所以说有些时候他们的研究不得不终止 为了改变这些局面 所以他们尝试着用其他的方法敛财 为了实验成功 为了证明这个部门的价值 他们不惜任何的手段去发展 但是现在谁也没有想到 以前他们做的很严密的事情 现在竟然被人给抖出来了 而且铁证如山 他们以前做过的事情 他们都知道这后果的严重性 那严重的来说 他们的行为就是反人类了 是谁 到底是谁出卖了我 史密斯瞪着血红的眼睛四下看着 他仔细地盯着每一个人 像从这其中一个人的脸上 看出一些恐慌来 但是令他失望的是 这些人都很沉默 他看不出有什么异常来 这些人都很沉默 他看不出有什么异常来 这些人都很沉默 他看不出有什么异常来